大家好,我是梅丽高 大家好,我是小凡 那今天我们又邀请了阿东去分享一下 他做蓝莓园的一个心得的一个案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一些经历想跟大家去分享 大家好,我是阿东 我是浙江温州人,是做生意的 最近五年,我做了将近有十个项目 没有一个项目是成功的 我今天想分享一个关于我农业项目的失败的经历 我是13年从事农业总蓝莓 到今年21年有七八年时间 这个期间,我的失败很惨 不但这个钱亏了一两千万 最关键,把团队就搞得很不合 冲突很大 大家批持很伤害 就是自己的一种性格 价值观 觉得没做好的都是团队的问题 好像基地经历的问题 都为责怪 抱怨 因为我很想做好 来增加自己的面子 因为自己也是一个好胜好强的性格 所以一代不好就会批评他们 搞得团队很有压力 相当于总经理一个一个一个的离开 五六个离开 那么连续 因为农业它种下去 种不活 就第二年要补种 我连续补种了五六次 所以为什么亏这么多呢 就是每次都是失败的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都绝望了 不太钱美了 信心美了 信心到极低极低 所以每次每种好 都在灌团队 所以当你在批评人 灌别人 责灌别人的时候 自己是不开心的 后来我接触到世界基因 研发组迪伟 他说阿东 你不能这样做事 你要开心和谐最重要 团队最重要的是和谐 团队最重要的是开心 你的发心有问题 你的出发点有问题 他说朱祺的出发点 不一定是挣钱 我听起来觉得 这是一个很颠覆的观念 或者价值观 他说你的发心 你把蓝莓种好 种出来的蓝莓 客户吃到你的蓝莓 一种享受 一种开心 一种美味 这就是你的出发点 跟发心 才是正确的 那团队在一起 更重要的让团队开心 而不是去节约成本 这里不对 那里不对 那里浪费了 这里错了 你整天团队就会有压力 你要压力 大家就分裂搞不好 所以原来的这个 五六年六七年来面 一直没中好 失败的原因 这一我们的价值观 总是觉得 底下的管理人员不好 工人不好 形成了对立 这样子矛盾越来越大 批子一节大 股东也很不开心 所以我从去年前年底 就调整思路 我从不太目标 不太挣钱 之说 都研究 都商量 都提讨 都开心 就OK 大家在这里 商商量量 可以跟新兴 都去研究尝试 学习 难免的技术 请教别人 哪个中的好的 我们出去 学习考察 网上学习 现在我的团队 很开心 他们从来都不是 搞农业的 都是外行的人 短队最长的还一年 短的就是半年 我的管理人员 经理 外行 实际上他们开心 用心自己做 其实是做得蛮不错的 我都是 十天半个月不去 他们的用心程度 真的超过我想象 我做生意 将近有三四年的功领了 想不到 我不去管他 我对他们 就是很关心 很爱护他们的时候 他们真的很用心 很拼命 这工作 这是千真万确 真的 我真的非常地感谢他们 很感动 他们为什么这么用心 为我做事情 我又没有提成 没有奖金 没有股份 我在的时候 都不见得 要多做一点 我没在的时候 他们这么用心做 我都有时候想不通 他为什么不会 不会偷懒呢 原来迪威告诉我 当年的价值观 发心 为了 客户能够吃到好难美 为了你的团队 开心 大家在这里 开心 成长 一起学习 这个发心去做 你的磁场就变了 你吸引来的人 就你的工人 吸引来的都是有素质的工人 你的客户 你的消费者 你的帮你推广的人员 都是一个好素质的人 所以 我们要改变的是自己的架构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跟心态 当我们发心真的变了 结果真的变了 真的很感谢 迪威对我的教育 他真的非常的感谢 谢谢 那看完这个视频 我们就可以发现 原来阿东之前 将他的重点 他的目标 放在赚钱上面 那他的生意 就会做得比较坎坷 那跟 包括跟员工的关系 都变得很差 但是如果他 调整了他的价值观 调整了他 做事的这个目的 目标的话呢 就是将 真正做好蓝莓 这个味道 摆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呢 发现事情变得顺利了 跟员工的关系呢 也变得越来越好 那我们发现 他的一个蓝莓的 一个种植的 这个顺利好多 然后他跟大家之间 也学懂了 他人与人之间的 一种相处之道 然后怎么样学懂 把真正好的东西 去分享给 更多的人和社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